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五章的这个部分的习题 对于化学键 我看看 普化里面我们曾经学过化学键的种类 那个时候有提到过各种键节的差异 供价键是电子共用 然后每一个电子都被对方的原子核吸引 所以所有的化学键都是阴阳相吸的力量 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太极的力量 正负就是阴阳相吸 电子与电子核之间相吸 电子分布的时候比较少一点 电子核就会透露出它的一个delta正的现象 而电子云比较多的就会delta负 这样的这个吸引力是暂时性的发生的 叫做temporary dipole moment 暂时性的乌级锯就是凡德瓦尔利 所以你有公驾键 椅子键 金属键 金属键就是共用 也是一种金属的共加键 然后还有dipole dipole interaction 其中包含了比较强轻键 再来是Bandewald 或者是London dispersion force 它是一个暂时的偶级锯 电子云密度分布的时候不均匀 造成了正负键相吸 OK 那假设各位秀斯已经回忆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是 共架键 比较少的离子键 共架键的这个部分 它用分子轨域去描述的时候 会比我们用原来的Lewis structure的方式 还有VSEPR的方式去描述那些共架见解的时候 它要更为有效 有效在哪里 学过MO的同学知道不知道 MO的好处在哪里 MO的好处是 它可以预测件序 也就是件的强弱 它也可以预测即性 这个是以前在Lewis structure里面 不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MO我们要学到的东西是 我想一下各位要学的学习目标 在第五章 好各位要学的东西 第一个是 Atomic Orbital跟Molecular Orbital 你们的画法要会画出来 PXPYPZ的轨域 还有DXDYDZ的轨域 要能够画得出来 DXYDYZ的轨域方向在哪里 要会画得出来 而且要写得出它的正负符号 也就是它的SIGN 它有一个绝点的话 要分开来 然后这些原子轨域组合出来的MO 一般分成三种 就是Bounding 和Anti-Bounding 和Non-Bounding 这三个的MO 各位要会画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它的图形 像这样子的图形 这是一个SIGMA的Bounding 两个氢原子 SIGMA Bounding 它合起来 两个ES轨域合起来是一个 这是两个ES轨域互相减 然后一个是 这两个符号是相反的符号 要画得出这个SIGMA 和SIGMA STAR 它的图形 然后要画得出它的能阶图 所以能阶图就是能阶的高低 你要从原子轨域 像P轨域 跟PX跟PX之间形成的SIGMA Bounding 一个是D的SIGMA 一个是高的SIGMA STAR 这样子的原子 MO的能阶图 更要能够画得出它的高低 然后第三个部分 各位要学会的东西 是在MO的图形里面 然后标明它的G跟U 这个是我们讲过 这是对inversion center而言 只要是对inversion center 是对称的 像这样子的对称 中间的地方是有inversion center 这样子我们就称之为 一个鬼域 它的代号是G 代表着它对中心对称 是一个对称的符号 你要会判断G跟U 判断它的高低 还要会画出来 这个鬼域跟另外鬼域 结合以后的原子 分子鬼域它的图形是什么 判断得出来那个图形的 Millican symbol的代号是什么 然后 要在中气标里面 第一列第二列的元素 它们所有的MO 它的这叫双原子的MO 要能够画得出它的图形 这个图形的重点是 这些鬼域 在Lithium的时候是这里 然后在Lithium的时候是在这里 它有一个现象 它会下降 放大 所以呢 Lithium从周期表 左边到右边的这些能阶 在越左边的能阶 它们是越靠近 越右边的能阶 它是越分散 而且相对的高度来讲的话 它的能阶是从左到右 越来越下降 这个东西一直是在周期表列上 是有相同的趋势 各位要记得 包括在周过渡元素里面 也相同的性质 那么在这里面能够问的问题 还有研究所一定考的考题 顺便告诉各位 今天早上你们考的 这个考试的题目里面 大概有点群的部分 大概是在中山考试里面 过去四年是必考的题目 今天各位所考的题目里面 有一题是台大去年的考题 最后一题 就是Kairo的那一题 所以 如果你把第四章的题目 都能够弄熟的话 顺利的话 你可以赚到10%的分数 在研究这个考题 而且是几乎一定考的题目 然后某个题目呢 就会看你在哪一个领域的学校 但是一般来讲 不论是考物化或者无稽 都是重点 所以 学这两个章节 我们放在学期 我们放在学期开始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期中考考过 然后期不好考 还要再考 这样的话 大家就有充分的时间去复习它 好 在这里面除了这些题目以外 比较研究所常考的题目是 词性的判别 顺词跟逆词 然后 它的这个spin number spin state 如果说是单独一个电子 没有配尔在一起的话 是二分之一 往下是负二分之一 两个如果配尔在一起的话 就是二分之一加负二分之一 是为零 那你要看一下 这个 MO最后填出来的东西 它是一个 还是两个电子 它到底是一个 paramagnetic 还是diamagnetic 如果是配尔在一起的是 diamagnetic 如果是para 就是顺词 到现在还有一些同学 不太记得这些中文跟英文 顺跟逆的差异 逆词 是配尔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 spin等于零 除了判断磁性 这就是为什么 MO有特别的 这个 特性的缘故 可以判断这些磁性 spin state 还可以判断 他的bound order bound order就是件序 各位如果说有 心要去考研究所的话 要记得 现在如果你已经忘记了 普化的东西的话 大概是你现在是要 急起 奋起直追的时候了 因为研究所考试的时候 就是从第一张考到 最后一张 从一年级考到四年级 全部的东西 因此你不能说 我不记得件序怎么求 我不记得formal charge怎么求 那么 oxidation state是什么 这些东西都是charge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你搞不清楚 普化的课本 回去再翻一样 非常简单 因为它 都是只有一个章节 在复习这些东西 但是它一定有提到 这些基本的观念 研究所考试的时候 很多老师非常喜欢 把普化的题目 拿出来考 因为普化的题目 你们一定不记得 隔了太久 但是呢 它是最基本 各位如果回去翻普化课本 一定记得 普化里面一定把 这个部分讲得很清楚 不但考 件序 而且考磁性 还考 中间这个 sp mixing的一个观念 也就是 中间到了 氮跟氧之间有一个分界 氧跟氮 它的MO是不太一样的 其中的sigma 跟π的这个 轨域的高低 是有相反的 那我们现在 我看 这里差不多到这里以后呢 是比较传统的 也就是各位在 物化 普化 都已经学过的东西 接下去的部分 会讲的东西呢 是linear combination of wave function 那就是MO的这个道理 那那个部分呢 会讲到了 group MO 把MO这个localized group MO 接起来 怎么样去算它 你要利用character table 去算出这些group label 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第五章的后半部 好 那我们今天呢 着重在前半部 给各位同学做一个 有谁记得 sp mixing是什么意思 蛋的 鬼域跟 氧的鬼域是不一样的 有谁记得 sp mixing 我敢保证 各位在 以前 普化跟物化的时候 都学过 但是我们现在 再讲一遍 我们第一个先讲 MO MO其实是一个 理论 就是我们 共架件里面 是用一个 混成的这个观念 在这个地方呢 是用 数学的方式 来表示 这个原子鬼域 和加成以后 变成的 分子鬼域的 这个现象 这个 shading equation 在描述 原子鬼域的时候呢 是用波函数 去描述它 然后sp d 各个鬼域 都可以有一个 微方形 去代表 这个部分是各位 物化的部分 也是我们在 第二章 将要复习的部分 那这些原子的组成 用原子鬼域来代表 然后这些原子鬼域 在变成分子的时候呢 可以用 加加减减的方式 去描述 它们的波的加成 然后这波加成 以后的得到的东西呢 总之 我们称之一个 大φ 也就是这个 分子的鬼域 那么它们这些 连结的时候 这些小的 φA φB呢 就是原子的 这个 way function 然后这两 这些鬼域 能不能加成呢 要取决于 这个波的性质 波的性质 必须要同向 才能加成 异象会相消 那么它们之间的 这个关系 取决于 它的symmetry symmetry是 I inversion center related g 或者是u 然后两者之间 加成的部分 是正向相加 还是负向相加 那么正与负的意思呢 是相对于 我们的这个轴 或者symmetry I 它们是否相同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定义 最简单的部分 各位在普化里面 都见过的是 这个 S鬼域 还有这个PX 或者我们用PZ的地方 这个是主轴 PZ跟PZ 的这个相加 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S没有任何的 这个符号变化 但在这里面 有黑跟白 然后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一个 这边是PZ的话 这个就是-PZ 所以呢 这个 这个鬼域的描述方式 是PZ-PZ 但它是合成一个 中间是一个 有电子云密度的 sigma棒 所以这是一个 降低能量的 间接 所以 间接什么时候会发生 第一个 对称相关 第二 能量相近 第三 距离相近 好 把这个地方写下来 要不然 各位也许不太能够了解一下 MO的组成 它们的条件 以后会问很多 不必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个放下来 MO什么时候可以发生 什么时候会产生间接呢 所谓对称相合的意思 在画图上面 就是黑色对黑色 白色对白色 就符号来讲 是正对正 负对负 那就这个 I inversion center来讲 G对G U对U 对称要相合 第二个就是 能接相近 能接相近这件事情呢 各位要用一个 尝试着判断 因为我们会再交 Lithium到Neon 这个第二列元素的 这个周期表 它们这个能接的大小 那如果说是 离子件的化合物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它们的能接不胜相近 不胜相近的时候 它的interaction就比较弱 但是呢 就是连HF这样子的 极性的物质 它都有部分的 covalent character 供价性的性质 因为它的能接 虽然远 但是还算是靠近 还是有供价的性质 如果是非常的远的话 那么就完全是 离子性质 没有overlap 第三个是 原子间距要相近 那在分子里面呢 靠近的原子 才会有间接 远端的原子 就不会有间接 这是间接产生的要件 如果说你所形成的MO呢 它的能量的高度 是比原来原子轨域 来得低的话 我们就称之为 这是bunding 这是如果说是一样的 那么就称之为 是non-bunding 如果说是比较高的 我们称之为anti-bunding 所以bunding anti-bunding的定义 是以能接的高低 来做定义的 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是轻的ES轨域的原子相加 ES跟ES之间 如果是overlap的话 会正这样 如果你要看它的这个 linear combination 如果说是用加的 那么同样是白色加白色 形成一个大的圆圈圈 这个是一个能接 相对于在这里 对于原子的能接而言 它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这是一个sigma-bunding 也就是它是一个间接的轨域 而上面的sigma-star呢 是用减的方式 减的意思就是白色变黑色 然后这两个中间的中间 是有一个截面的 它们两个之间 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截面 它两个是合而为一 这样子能够把符号变化 或者是把颜色变化的 这个我们称之为截面 这个截面会造成 这个bunding的符号相反 颜色相反 像这样的间接 我们称之为反间接 那如果说在这里面没有了 但是如果说 你这边的这个间接里面的能量 有一个是跟原子轨域是相合的 那么就表示 这个bunding没有任何的能量变化 我们称之为non-bunding 在这里面是没有 因为1加1一定等于两个mo 所有的原子轨域的数量组合 一定是等于所有的分子轨域的总和数量 在这里是一个s加一个s 生成两个mo 一个叫sigma 一个叫sigma-star 那上面这个图形就彰显出来 我们的bunding跟anti-bunding的定义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sigma-star呢 这个star代表的就是anti-bunding的意思 non-bunding就用n来代表 好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ao atomic orbital 你会称之两个mo 那如果说你有三个mo 三个atomic orbital 三个atomic orbital 就是总共有六个atomic orbital 你这里就会有三个bunding 三个anti-bunding 总共六个mo total energy lower的 比较低的这个 我们就称之为bunding 比较高的 我们称之为anti-bunding 能量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们的符号是用sigma-star 跟sigma来代表 那在这里面sigma跟pi 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请各位同学回忆一下 我们有定义过 sigma我们是定义在原子之间 电子云有密度的称之为sigma pi呢 电子云是在原子连线的上跟下 那这里我们另外一个定义的方式 我们是以转轴来看 如果转轴了以后 它没有任何变化的话 我们就称之为sigma 像这个地方是 pi轨域可以形成的 上面的这个共用轨域 看下面共用轨域 而是电子云在上跟下的 经过了这个c2转轴以后呢 符号会变化 这种呢我们就称之为pi 所以是以转轴来判定 它是sigma还是pi 这是另外一个sigma pi的定义 好那sigma要形成的时候 除了刚刚的s轨域可以形成以外 p轨域也可以形成 我们以pz为主 为什么要pz 记得我们用z 记得我们用z yx这个顺序来标定我们的喜好 所有的xyz来讲的话 主轴的都是用z轴为准 在这个地方呢 pz和pz如果说是 这个顺向这样相加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这个符号的地方 是重叠的是变号的地方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 反间接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原子轨域 加原子轨域就是间接 像刚刚的es加es是间接 但是es-es是sigma star 可是在p的轨域里面的话 它相加 相加反而是一个anti-bonding 而相减是一个 covalent bond 是一个bonding的interaction 各位要绘的是 画这样的图形 和这样子的图形 然后刚才的这个 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情形 这个px跟px 或者是py跟py之间 它们是平行的 可以形成pi-bonding 那这个pi-bonding呢 上面的合起来一圈 下面合起来一圈 这就变成了一个bonding的pi 所画的方式 而原子的原子和中间线 是它的截面 然后它的符号会 或者是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两者相减的时候 就把这个黑白对调 然后你会发现到 黑白对调了以后 它们没有办法overlap 中间会有一个截面 这边 这边一个截面 这边一个截面 然后这两者中间 是没有电子云密度的 这个就叫pi-star 就这个 这个叫什么 C2的转轴而言 转轴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是主轴 转轴了以后呢 会颜色变化 所以呢 它就是一个pi的间接 那这底下的 也是一个pi的间接 这是pi间接 这是pi-star的间接 两者对于 在C2来讲 都是转轴以后 会有变化 另外一种情形就是 不同的轨域相接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 这个interaction 或者是会不会产生间接 这是几个例子告诉你们 它是不会 Do not form molecular orbitals 因为这个地方是有 不同的符号的 你这个符号过来 到这边是加成 在这边是减弱 整个net effect是零 在这个地方的话是 它是垂直直面 而这个是在直面以上 这两者相接触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到说 白色的部分也对于 白跟黑会接触 黑色的部分对于 上下也会接触 因此它们都会相消 就不会产生任何interaction 所以刚才 以p轨域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pz的部分 如果是相减 就会得到sigma 然后相加会得到sigma star 另外的pi的部分呢 px一个 拍轨域 py一个 拍轨域 两者之间呢 是刚好成90度垂直的 那这些轨域呢 都存在在原子核的附近 也就是原子核的 这个轴线上 有这个间接 然后在 这个 py 在这个地方有 这样子的两个lobe 然后在 突出纸面的地方 和进入纸面的地方 有这个pi 这些轨域就全部重叠在一起 就形成我们的分子 但是它的能接不一样 我们就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看 而这个就称之为能接图 各位要绘画的就是这 刚才各位不记得 sp的mixing 是指的 这个p轨域 跟底下的s轨域呢 也会有作用 而会造成这个排列的顺序呢 这个sigma会往上跳 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 这个事情 第一轨域的combination 是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 你只要记得 d轨域的形状就好了 d轨域的dz平方的这个 这个轨域 非常像pz的轨域 只是它这个地方 有个donut 也就是甜甜圈 有个甜甜圈在中间 那它的符号是上下是一样 中间是不一样的 这个x平方-y平方的这个区域 那么 相加的时候呢 会得到中间是相同的 轨域这里没有节点 但这个地方呢 有截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sigma star 那这个是由d轨域造成的 那么dxy或者dyz呢 是像叶片上的形状 那么它们的相加相减的时候 也会形成sigma bond 抱歉 π bonding跟π star的b bonding 这个地方也是有截面 这个地方呢 就是 电子云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电子 在原子中间上下 是有个π间结的 那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 低轨域跟d轨域所形成的π轨域 那么 各位要会的是 d轨域的sigma bond怎么化 d轨域的π bond怎么化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画成一个 像一个香蕉一样的 这个 像这样 这个连起来 这个像香蕉一样 这边像香蕉一样 或者画成这个样子也可以 好 无机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有机里面的bonding 是从sigma到π就没有了 但是无机里面 还有一个delta bonding呢 是从d轨域的dx平方 减y平方 dxz 通常是dxz造成的 那它们的这个轨域呢 它们是一个十字形的这个轨域 就像刚才的叶片一样 那它们两者之间呢 会有一个平行的这个 这个原子和这个原子相近 然后它们之间的轨域 如果说角度是对的 它们就会有eclipse form 那eclipse form 就会使得它们堆叠在一起 如果说是相位相同的 就会形成delta的一个bonding 相位不相同的 这边是白色 这边是黑色的 就会产生相减 然后变成一个delta star 这个delta的bond呢 会在我们的下学期 讲到multiple bonding的时候 给各位做介绍 这是在无机里面 比较特别的一种bonding 好 那如果是DZ对于DXZ 请问一下会不会有作用 会形成什么样的间接 原则是什么 就是相加相减的时候 如果说是有interaction 就会产生sigma或sigma star 或者delta delta star这种间接 如果是没有interaction的话 就刚刚那个位相不对 这个位相不对 这边位相不对 就会没有interaction 没有interaction的时候 我们称之为non-bonding OK 好 那比较特别的是 稍微先来记一下 我们现在还不会详细讲这件事情 就是delta bond呢 实际上是指说 对于C四轴 会产生 像这个符号的转变 也就是它每90度就转一个符号 每90度就转一个颜色 黑变白 好 好 像这几个例子呢 是 有没有interaction的例子 OK 像这样子的interaction呢 是没有的 因为它的 这边你把它重叠在这个地方 发现到说 在这个地方是有 这两个颜色 对于任何一个loop来讲的话 都是有加有紧 好 像这样子的这个鬼域呢 是有相加的部分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会形成间接 那在原子之间呢 就会有sigma的间接 好 各位想一下 这个领域会不会有间接 那刚刚就问这个题目的时候 各位就要知道你 有间接的时候 它是sigma还是π还是delta OK delta只有D跟D才会有 好 这是课本 我们要进展快一点 所以这个exercise 留给各位去看一下 它会做出来 那答案 抱歉 答案就在这个地方 它告诉你 它是π interaction sigma interaction OK 然后这个是一个 没有interaction 好 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介绍出了 绘图的一部分 是能接的部分 能接的高低 要能够绘画得出来 能接的高低 是取决于 它们是 那里 能接要相近 像在这个地方 能接是相同的 它们的作用力 非常的强 能接有高有低 它们之间重叠的区域 比较不多 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下降的能量 和这个地方上升的能量 两者是相同的 在这个地方 如果能接非常的不同的话 就会发现到 它们的作用力 是很少的 那这种我们就称之为 partial covalent bonding 好 我们进入到 双原子的介绍 双原子分子里面呢 从氢到钝 这个双原子分子 有些未必存在 像钝是不会存在 那个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到 我们做出来的原子轨鱼 把电子一路填上去 填到满 就会发现到 anti-bonding的电子 跟bonding的电子数 是相等的 也就是 它的bond order是为零的 bond order呢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就是间接的电子数 减掉 anti-bonding的电子数 然后除以2 因为每一个键是两个电子 所以除以2 好 每一个周期表上的电子呢 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 MO都差不多相同的 然后你就开始填电子填上去 所以我们可以从左边 周期表一路填到右边 周期表这样的填上来 然后看看它 一个是 这个是 ES ES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是氢原子 一个电子 和一个电子合起来 这么氢分子呢 就会是在这里两个电子 然后这里就没有 那么hide的话 就是有 每一个原子有两个电子 所以这个地方会有两个电子 然后这上面会有两个电子 所以对于hide来讲的话 它们诡异 这个相合以后 会得到linear combination 是一个间接 一个非间接 所以意思就是 它的bonding是为零 意思就是 它不会有间接 那氢害 然后鲤 鲤的话呢 就是ES完了以后 变成2S 2S的话 就是这边在一个 鲤的话 两个在下面 所以是可以的 鲤皮 皮的话是在上面两个 所以就不会形成 然后在这个 一路这样填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电子 填上去的时候 它的电子数 是基数还是偶数 如果是基数怎么样 它的磁性就是 顺磁 好 邦国德的做法 就像刚刚讲的 这个部分 各位有没有 还不记得的 应该有很清楚 间接 减掉 反间接除以2 以这里的例子来讲 我们很快就跳到氧 因为这个氧的部分呢 是按照这个顺序 上来的 在氧之前的氮呢 就会有SP mixing 然后会造成 这个的下降 这个的上升 先不讲那个 我们先讲氧 有8个电子 8个电子这样子 一路这样排上来 总共826个电子 排到这里 那么排到上面 为什么要讲氧的原因 就是因为 如果氧去做这个 那个叫什么 restructure去画的话 氧画起来是什么样子呢 好 各位还记得 八语题 六个电子 所以如果说 我们把 画起来的话 12345678 每一个氧都是 八个电子 合乎8语题 双键 你如果再把它放下来 它就不合乎 这个八语题 以这种情形来看的话 你会认为说 它的这个周围的架电子呢 全部都是成双成对的 因此 它是一个逆词 按照我们这个 Lewis Structure的判断 但实际上 根据我们的实验 各位在普化实验的课本 一定可以翻得到 一个大磁铁 两个电磁铁中间 把液态氧 从中间倒下去 你发现了 液态氧的那个 会直接偏急 在被另外一个电机 给吸引 所以它实际上 是一个顺词的 氧是一个顺词的物质 怎么解释呢 只有用MO可以解释 因为你从这样 排鬼域上去的时候 最上面的鬼域 所填到的这个电子呢 是PiStar 而这个PiStar的这个电子呢 因为它有两个 鬼域是相同的 我们称之为减并 请问一下 减并的英文是什么 能量相等 我们英文叫做什么 Degenerate Degenerate就是减并 就是相等的 一次 所以呢 两个电子必须要 各占据一个鬼域 各占据一个鬼域 请问一下 Spin多少 一个二分之一 一个二分之一 总共几个 S等于二分之一 加二分之一 所以等于一 OK 我们可以考虑 它是Paramagnetic 还是Diamagnetic 什么叫做Diamagnetic 什么叫做Para 什么叫Paramagnetic 顺词 那它是顺词 还是逆词 顺词 因为它在磁场里 会怎么样 受磁场影响 不是 减并是指 它能量一样的意思 减并是指 能量一样的意思 但是 如果它是分开来的 因为它能量相同 所以两个电子 只能够填在各自一个 所以它就不会是逆词 配合在一起 它如果说是 一直填到上面的话 两个合起来的话 那么一个鬼域上面 最高鬼域上面 是两个电子 那么S就为0 在这里是二分之一 加二分之一 所以S是1 如果这个电话 翻转过来 跟它并在一起的话 那么S就为0 我是不是讲太快了 还是你 我以为各位晓得 这件事情 张宛如 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等于1 这个spin stick 和S等于0 你知道吧 对 好 那请 问一下 这边的部分 如果是最高鬼域的话 它是diamagnetic 还是paramagnetic diam是逆词 para是顺词 然后就只记一个好了 paramagnetic 是顺词 只要讲到磁性 有磁性的一定是para 没有的话 就不要去讲它了 就是呆 所以 养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MO 告诉我们 是非常有效的 有效什么呢 第一 它可以告诉我们 bund order 请问这个bund order 是多少 怎么算 刘晓杰 bund order 算给我们看 不必 不必在心算 你讲给我们听 你要怎么计算 蓝色的加起来 剪掉红色的 很好 简单的做法是 这个地方切一半 下面都不要算 只要填满的都不算 这边没有填满的部分呢 开始算 123456 6-24 要不然这边怎么剪 也都是刚好剪掉 6-24 4除以2是2 所以bund order是2 好 所以这个题目 这种题目 在研究所考题里面 它会问你什么题目 第一它考你的是 MO的能阶次序在这里 能阶高低是什么 要简化一点 做事情的时候 请你把2S 或者ES先去掉 2S2P的部分留下来 第三个 是不问bund order 第四个 问diamagnetic 或者是paramagnetic 磁性 磁性另外一个问法 就是问你 spin state是多少 所以spin state 就是大S 大S就是 这个小S的二分之一 加二分之一 等于一 这个叫做大S 这个就叫做spin state 那 仰的部分 各位熟悉了 它这个是 bunding的做法 好 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G还是U 我们看一下 有些人 有些人会告诉我 它为什么是sigmaG 黄泉梅 为什么是sigmaG 中心对称 中心在哪里 这个地方 那这里呢 这个中心有没有对称 它是inversion center以后颜色会变化 所以它是U 所以它是U 在这个地方是有inversion center以后颜色是相同的 颜色是相同 它是G 上面这个地方inversion center以后颜色会变化 所以它是U 好 各位 考题的方式大家就晓得了 高阶顺序 order 然后次序 bund order paramagnetic 还有诡语的画法 画出来以后 说G还是U 好 就这几题哦 考题都讲过了 下一次我们考就是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现在下课 请各位同学 回去的时候 再把第五章的课本的部分 好